想杀我铁掌水上飘 没那么容易 怎么突然出来了 Oh my god 他怎么也用铁掌啊 这是一款画面非常真实的恐怖游戏 玩法和画风都和小小梦魇相似 以北欧神话为游戏背景 我们的主角作为一个身高不足20公分的小矮人 要踏上寻回自己妹妹的道路 在路途中可能会遇到巨大邪恶的怪物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游戏叫做 Brambo The Mountain King 这个山底的王 大山之王啊 大山之主 可能这个Brambo是他的名字吧 这个游戏呢 和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小小梦魇很像 无论是玩法还是解谜 但是这个游戏它的特点就是很真实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 哦现在好白啊 有一个少女 她在一片云雾缭绕之中 我被抓住了 这是我们主角吧 一个金发的小男孩 怎么还穿着拖鞋 可以走了 这是个石像啊 我为什么会被一个石像抓住 也有可能是我被抓住之前 他还是活的 结果呢 他被石化了 这蘑菇好大一个哟 看来我们主角是个小矮子啊 这个游戏看起来一点也不恐怖嘛 啊 非常正能量啊 小清新这么一个游戏 你看它这种玩法就是2D的视角 但实际上呢 这个操作你看它其实是3D的 还有音乐呢 还有音乐呢 那边还有几只鹿 我现在应该去哪里啊 就顺着这个草丛往下走 哇 这几个鸟都比我要大 我的体型也太小了吧 感觉自己是小矮人 这边有个刺猬 它后面可以坐你看 这是我的坐骑 现在这个字读齐了 以前它读坐骑啊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我可以坐到这上面 然后我去游泳吗 不会掉水里吧 这个 不是刺猬会游泳吗 我真的很好奇啊 刺猬它会游泳吗 好啊 刺猬应该是会游泳的吧 我觉得 现在应该去哪 我现在应该往前面走 可以往这个上面走 哇 这走得好慢 刀按上来 这不能跳吗 这个刺猬 算了啊 它应该是只能送我们到这里来 那有个小红帽 小矮人 现在这个游戏 到目前为止 给我的都是一个非常温馨 非常阳光的这么一款游戏啊 这个小矮人跑得不见了 这边也是一些小矮人 他们手上拿着是什么呀 蒲公英 哦 这有个人 这好像是个石像 怎么办呀 这个 他好像睡着了耶 我跳不过去 怎么办 我可以追这个小矮人 你们看 是不是把他赶到这个石像下面 他进去了 给他撒点花粉 哦 他醒了 这个石像应该不是坏人吧 他只是帮我们过个路而已 这边很大一棵树 哦 滑下去了 哦 滑坡 这有个小矮子 本来我已经很矮了 但是他们比我还矮 小红帽 直接带我头上了 跟我带了个帽子一样 上面那是他爸爸吗 这上面还有很多的小矮子 我现在该怎么走呢 他们头上还戴了帽子 应该是从这边走 从这里吗 滑下去了 哦 好像不对啊 那应该从哪走啊 这里是不是应该从右边走 哦 这是有一条路的 刚才其实我犹豫了一下 啊 路旁边有好多橘子 从这个独木桥过来 刚才这个桥上有很多小人的 哦 我们到了 你们父子相认了啊 这小孩的帽子有点穿模了 跟我说拜拜 哎呀怎么了 我听到了一阵音乐好像 然后我莫名其妙的开始跳舞了 这有让我想起了 确实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什么舞蹈村啊 就是在那疯疯癫癫的跳舞的 舞蹈阵啊 我是听到了这个魔音灌耳 然后开始往下缩 哎呦 这是缩到什么地方了 开始黑了 不过还好 我现在有一个手电筒 这手电筒要一直举着才行啊 这里可以走 感觉有点不坚固啊 哎呦 别走这边了 这里可以走 感觉不是很坚固 这边 这怎么走啊 不是 这只有一个笼子 难道是要让我跳到这个笼子上面去吗 我试试啊 可以 这笼子可以抓 那我现在要到右边这边去 我怎么跳过去呢 这个 这笼子可不可以晃啊 不行啊 它不能晃 我直接跳 哦可以 这个游戏呢 它是 背景故事啊 本来是根据那个北欧神话制作的这么一款游戏 然后这个主角呢 它的目的是要去救自己的妹妹 这笼子里面好像有一个人 我要把这个推下去吗 然后呢 哎 这个桥要倒了 哦 它又没倒 哦 前面可以走 好黑啊 这边 飞过去 这什么蝙蝠 哎呦 你们看这上面 很多蝙蝠在上面休息啊 不能吵到他们了 这是坐垫梯下楼吗 这里 哎 这 这要倒了 要倒了 要倒了 哎 刚才那上面 怎么不过来啊 这 刚才这个地方 我们要等对面的这个笼子 再降下来 怎么办 现在它不倒了 哦 可能是跟我们站的位置有关 我们要保持平衡啊 好 下来了下来了 这笼子里面好像有人 有个骨头 怪不得这个笼子要重一些 原来里面 有骨头啊 骨头的重量 把这个笼子压下来了 现在 右边来 哎呀 差一点点 哦 这个也有点摇晃 等一下 先等它摇过来啊 哎 好 这个先等它倒下去 哎 哎 哎 好 先等它倒下来 哦 差一点点 那影子是怎么回事儿 那影子在动啊 应该是这个锁链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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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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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招惹了这个笼子里面怪物 把它吵醒了 本来它在这边睡得好好的 哎 好像到了尽头了 哎呦 掉下来了 还有 哦 这上面有画 画的好像是一个恶魔 然后下面有一些人在祭拜它 这边呢 这恶魔吹出了一阵风 把这些人给吹倒了 这又是什么 哦 这个恶魔好像又施展了什么咒语吧 把这些人给放倒了 前面是洞穴 外面 出口来了 从这里可以出来 哎呀 我又听到了什么声音 哦 怎么倒过来了 这个音乐不能听啊 听了会癫狂 哦 你们看后面 后面那儿有一个人 他好像在拉小提琴呢 好多泥巴 后面有一个人在拉小提琴 应该就是他的声音让我陷入了疯狂 这一只手 你看这上面也有一些那个小矮人 然后这有一个巨大的哥布林 这个嘴巴 我觉得这场景也太真实了吧 我的体重很轻盈 我可以铁掌水上飘 想杀我铁掌水上飘 没那么容易 怎么突然出来了 OMG 他怎么也用铁掌啊 大哥 他没看到我啊 怎么感觉这个有点像那个禁忌的巨人啊 难道说这个作者他是按照那个禁忌的巨人建模的 有点像 真的有点像 好 这边来 这边好多泥巴呀 跑都跑不快呀 糟糕 这家伙是个水鬼吧应该 水猴子 是我的话我要请 藏狐啊 无穷小量 来收服他 这从哪上去呢 从这个地方呢 不行 就从这儿吧 好 这可以过来 这里呢 这么高 哦 他在后面拉 这个鬼是懂艺术的 天呐 他这个拉的威力好大呀 我们躲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他是琴魔呀 这里 这里要蹲一下吧应该 这里 发出这种声波攻击 天音波 天音波在滑行的途中 好 没问题 哇 这前面是空的呀 怎么办 有石头 好 这里 躲到这里来 诶 这怎么打到我的 难道这里要蹲一下吗 好吧 蹲 好 这里蹲一下 等一下 我看一下前面 应该从 往前走啊 好 到那个树后面呢 等一下 好 趁现在 我怀疑这个石头会把我撞死啊 等一下啊 躲一下石头 好 现在 可以 然后现在呢 然后现在呢 我现在 他来了 躲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前 这滑下去了 这滑下去了 我掉哪儿来了 掉到水里面了啊 他不会从水里面冒出来吧 好 躲过了水鬼的攻击 好 躲过了水鬼的攻击 继续往前走看看 这什么 这有两具白骨诶 这一本书 小提琴 这书上面画着小提琴 有一个男人在拉小提琴 然后拉得太刺耳了 估计是拉得太垃圾了 结果被村民一顿暴揍 说他再发出噪音 结果这个男的就疯了 天天狂拉小提琴 然后这个女的呢 是他的老婆吧应该 然后村里人就把这个女的也干掉了 这男的就非常伤心 决定成为一个 小提琴恶魔 估计就是这个莱莉吧 这些他的小提琴拉得太拉了 估计 所以说 你没有这个金刚钻 你就不要去那个 打扰别人的休息啊 你想想 人家村民本来天天睡觉睡得好好的 你突然大早上凌晨五点钟 在那狂拉小提琴 人家不打你打谁呢 是吧 但是做的不对的就是连他老婆一起打 最后呢 打出事儿来了吧 看人家最后怨念丛生 自己变成了琴魔 这上去吗 哎哟 又来了 头发该洗血了啊 虽然说这个游戏其他都做的很真 但他这个头发真的应该洗血了 哎呀 这个地方可能我要调整一下角度 重新飘一下 飘 从这个地方飘过来 靠右 现在是鲁冰逊飘流技啊 来吧 来吧 这次飘到哪儿了 前面有个瀑布 完了完了救命 噢 飘了这么远 还是被抓到了 兄弟你想干什么啊 你跟我同归于尽呢 不太好了吧 一命换一命啊 这就是结局了 好吧 那这个试玩版的结局呢 就到这里了 看上去非常短 但是这个游戏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还挺期待的 我觉得这个玩法 还有他这个画面内容 还是不错 等这个正式版上线了 我们再来继续更新这款游戏 本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各位